好来我们看第25题 它有两个盒子R跟S R里面有420颗 S里面有280颗 然后捷汉从R中拿一些玻璃 然后其从盒子S中拿出它的20% 这一个它拿出它的20% 它拿出来的总数是24 然后它问从R中拿出来的百分比 首先我们知道280的20% 280乘以20%的时候 00月00月 然后我就有56颗 然后它这边拿出56颗 它的总数它总共拿出224颗 所以它从R拿出来的是224-56 然后123486 然后就168 所以它在这边呢 它拿了168颗 OK 检查一下 OK好 然后它现在要的是 从R拿出的玻璃弹珠的百分比 所以我们记得百分比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分子除以分母 然后再乘以100% 所以这一边的分子是168 分母是420 再乘以100% 00月 OK 42 4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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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所以它答案是40% 所以答案是C 40% OK 我在这一边 我很快地看到 42的四倍是168 如果你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1680除以42 然后你1680除以42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来除 OK 但是你看啊 1680除以42的时候呢 我就有 还是一样4啊 然后 428 44 16 然后00 40 OK 当然你也可以做的事情是月减 OK 在这一边就21除2嘛 然后就840 然后8加4 12 3的倍数 3721 326 然后3824 OK 280 177 7428 40 所以它还是拿到一样40% 然后就是看你要怎样去做它 不过最重要的那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分子除分母再乘以100% 就是说它的分子的部分呢 是它的那个符合条件的分母是总共的 然后再乘以100% 这个就是百分比 但是 我们要做得贩 我们就是